明哥真的不是沒心沒肺的好不好 他已經做了這麼多年 他總算出過車錢 為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那一天 有錢啦 因為那一天製作人沒帶錢包 對 車沒有 那一天很心不意的 那你以為車 有錢他出多少 兩百 一百三十塊 有時候你看我們在花錢 大手大腳對不對 但是其實我們是精算過 有時候我們看似在花錢 但其實我們是默默的在賺錢 對 就是我邊買 就是變賺就是 一個不小心就是賺了五萬 就是這個包包 就是我五個月前買的時候 這個包包十七萬多 現在已經二十二萬了 是不是你就省了五萬 所以實在如果你要再賣二手的話 其實你的價錢也不會差太多 其實好像他們在年年一直在增長 所以其實買包包的時候 越早買越划算 他們又要再賺了 對 又要再賺了 所以一個包已經五萬 所以那時候我買兩個 其實我已經賺了十十萬 其實以前我是完全是 屬於那邊的派 我所有的包包就是買雜誌送的 或者買兩 三千 然後兩 三千 就是可能有些皮都會 就很容易發霉 處理不好或幹嘛 然後每次都要丟掉 然後每次大嫂子就覺得 包包真的過不了一年就換 一年就要清一次這樣 對 然後我就看到我媽一個包 她送我一個包包 這個包包是已經四十多年了 小心 四十多年的狀況是不是還是很好 然後拿出來狀況還是很棒 然後我想說對 你買一個好包四十年後還可以用 古董包這麼棒 對 然後買兩 三千全部都壞掉 打開了我那個門 我就覺得那我開始買包 所以我買了之後 它一直漲 我就覺得值得 像還有其他的包包 其實這個買的時候也是很 我覺得很划算 因為黑金比較難買 那時候我買就三十多萬 可是在網路上如果要賣的話 其實就是 對 所以就直接賺了 他們家的包包 如果你有這個預算 我們一直在提倡 不要說為了名牌迷思 去花錢 去貸款 這個我們都不鼓勵 但是如果你真的今天 該捐了錢捐了 該繳了就繳了 你手上有些賢錢可以投資 對 有餘力 有這個能力 你可以去投資他們家的包包 因為他們家真的 每一年都買 都在增值 那天也是買了一個小包 也是在櫃上買原價三十幾萬 如果原封不動就拿去賣的話 大概六七十也跑不掉 賺一倍 為什麼 可以 因為他們家的包包買不到 對 而且這都可以當傳家寶 對啊 就是你們這些三姑六婆 每天在跟我老婆講這個事情 我真的 我就不想聽 你老婆也超多的 好了 差不多 差不多 他就是省錢省下來給老婆 真的 但是你看小楊哥 他為了要省錢 他消耗的是人情 但是我 花錢賺的是感情 很好耶 花錢賣感情 好像就他有朋友 我們都一樣 但是確實你還沒什麼朋友 真的 這是真的 像我自己呢 我就是很喜歡 就是花錢帶家人去住那種 很好的飯店 民宿 我真的是動不動就是去那種包洞 然後很漂亮 就帶全家人 好美喔 大媽 公婆 小孩 祖父帶去 你知道我就是這樣子 要這樣住一個晚上要多少錢 一個晚上可能是兩萬塊啊 但是我覺得很值得 因為我有一天聽到我公公跟我說 他跟我說一句話 讓我覺得很感動 他那天就突然很認真跟我說 我真的覺得很感謝你 嫁進我們家 他說因為我覺得以前生活就是這樣過去 每天吃啊 工作 但是自從你進來以後 我覺得原來生活這麼豐富 我去過這麼多地方 然後這麼好玩 這麼多彩多姿 對 看著這孫子這樣跑 我覺得 我好幸福 你嫁進我們家 是不是覺得這些錢花了 全部都去吧 對 然後說看看 這個 這個錢買給你都不行嗎 我只能說 公公 真的很喜歡你喔 國賢哥你會願意花錢在旅遊上面 因為有些人他可能省吃 省住 不是 省吃然後省那個衣服 他會願意花錢在吃上面 我會願意啊 因為旅遊我覺得是可以讓你增網見聞 然後帶家人席 我覺得那是共歡 享受天人之樂的那個狀況 所以我會願意 但是因為通常我去旅遊 大部分都是 可是你說到圈內最會開房間的 應該就是你胡迎貞吧 我怎樣 他在休息室裡面 每天都在訂房間 你知道嗎 為什麼 超愛訂房間的 我就很愛找那種便宜又漂亮的飯店 他每次就 那個招了 招集大概二三十個人 那總是從比如說什麼 美鳳姐寶媽那種年紀有沒有 一直到這種小女孩子這種年紀 然後帶小孩的 你想想看 那中間的人舉多大 他們的需求 多麼南原北側 他都可以把它弄下來 然後機票 時速 都是他去訂的 然後最後我們才發現說 他為什麼要做這些事 因為他開了一個旅行社 真的嗎 我是因為做這些事 做到後來我爸說 你乾脆去開旅行社好了 他就真的開了 真的開了 對啊 是不是 不過剛剛說到這個概念 葉莉姐你是贊同的嗎 我贊同 因為其實真的有 越花越賺這回事 但是大家想要越花越賺 不是盲目的花 他必須有一些專業在裡頭 那我們常說 投資理財的機會 就在身邊 像去年五六月的時候 疫情不是很嚴重嗎 那時候我在家很無聊 又不能出國玩 我就跟我老公說 我們換一台超大電視好不好 我老公說 好嘛 反正也不能出去玩 然後那時候打電話 給業務員的時候 業務員就說 了解現在缺貨 全世界都在缺貨 我一定缺貨 這個就是商機 就趕快去了解說 台灣有哪些 因為面板股大家都很熟悉 就那幾家 我就去做一些研究說 到底這一波的缺貨 是短暫的還是長期的現象 然後現在股價的位階在哪裡 不誇張 我隔天買了面板股 兩天 電視的錢 所以就是投資機會就在身邊 好棒喔 了解的人就是可以這樣子 像我們不懂的哪知道 對啊 買什麼可能就賠什麼這樣 對啊 缺貨 你哪會去聯想到說 要去買面板股 對啊 之前有一陣子那個搶購熱炒 也是帶牌商機 對 聽說那個帶牌 好像算小時 以小時計的 對啊 其實很多 還是什麼這種 產品吃的也好 甚至到之前口罩之外 有沒有大家去戴 戴牌口罩 對 很多 所以這個事情就要請 C集 請大家先猜一下 你們覺得戴牌一個小時多少錢 100 沒有啦 60還80 好 那個其實根據這個 戴牌平台有揭秘 他們其實一般行情一個小時 是200塊 對 擋過價了 200塊 但是之前就像剛剛大家講的這個 你看這個特殊顏色的口罩 掀起了一陣商機 然後在這個大賣場是大牌場 所以那個時候就有戴牌業者 就一次出動三個人 就一次出動三個人 花多少小時你們猜一下 六 七個鐘頭 一天多 口罩而已 這也太不符的成本了 對啊 一盒才多少錢 對啊 但我覺得有時候就是時間 真的可以為你換來更多東西 有一次呢 像我老公就是很常需要出去外面 跟客戶 就是見面 那有時候你知道 見客戶 你就是還是要準備一些禮品 什麼之類的 但你整個路程 你為了要繞去買禮品 然後這樣子東奔西跑 然後去到那邊 你可能又很狼狈 然後就是 甚至有時候可能會不小心遲到 但我就跟我老公講說 你什麼都不用管 你人就直接去客戶那邊 我們直接用電話 打電話給禮品店 機車快遞去送 你就輕輕鬆鬆 把自己用得好好的 東西準備好 直接到那邊等 你人到的時候 你的禮品也到了 拿好以後坐在那邊等客戶 然後客戶一進來就 先生你怎麼那麼早到啊 不好意思讓你等了 案子很殘沉了 是不是 都不要讓自己這麼狼狽 而且為什麼要 不是為了省那一點點錢 然後去把自己搞的那個 我有時候 我後來也是這樣做 我就覺得說 比如說我們錄影時間對不對 然後可能今天收工已經六點多 可是你要想六點多 我還要再去超市買菜 回家洗菜 備料 弄東弄西 等到你真的吃到東西 可能已經八九點 還算動作快了 所以你才會叫外賣 不是叫外賣 是有 比如說我們現在 比如說要錄最後一集對不對 我可能就現在 我就會上網訂食材 熊媽媽 對啊 之類的 就比如說高麗菜 什麼訂好之後 你回到家 你也不用再多跑那一趟 回到家你就輕輕鬆鬆 備料什麼 其實是可以省很多時間 其實這最簡單來說 就是所謂的時間成本 你可以去算一下 就是如果今天 花錢請人家去帶排隊 或者是帶買東西 那省下的這個時間 那衡量你自己的薪資 那算了一下 如果說是比較划算的話 那當然就是值得去做 我也舉一個實際的例子 像有一年的周年慶 剛好有個吸塵器 是我非常喜歡的 本來就很想買的 然後剛好它有一些折扣 那原價是一萬塊 那折扣是七千 可是剛好 首購第一天我要上班 有重要的會議要開 所以後來我就打電話問我 另外一個同事 因為他剛好放假 我說你可以幫我去買嗎 那他就 剛開始他也是支援 他說姐 那那個很重 我說你放心 你第一時間幫我去買 我包一千塊紅包給你 他立刻答應 可是他其實也沒什麼排隊 因為他就一早就去 把後公司開門 他就去幫我買了 吸塵器本身省三千塊 但是我花了一千塊的紅包 給我同事 所以我還賺兩千 我覺得很划算 而且我覺得其實你不只賺兩千 因為你去你可能還要 開車還要停車費 對啊 坐車你還要停車費 對啊 真的好會規劃 有時候再怎麼省 有時候就是抵不過破財有沒有 像小人哥覺得結完婚之後 他就是一直不斷在破財 就是我破財最大的地方就是 好了 可以了吧 累不累 我跟你講 不一定是夫妻公 這個時候就要 都錄到77了 累不累 還有事就要告訴大家 2021到底是哪裡會破財 這邊有四張牌 我們來請大家來選一下 來 新杰 第一張 第一張 第三張 第三張 第四張 我也第四張 你也第四張 我 不要 他選第四張算了 我換了 第四張很好 佛多元素 對 佛多元素 我第三張好了 第三張 宇杰 我第一張 第一張 我第一張 最後一張 沒有選二人 沒有人選第二張 沒有人 那我們就先從第二張開始看吧 好 是什麼意思呢 感情方面 2021年呢 你在感情方面 可能需要花一點錢 請他浪漫一餐 或者是買一點小禮品 有個小驚喜 我覺得你的心情安定了 那賺錢就很專心 財源可以滾滾來 破財指數 不要擔心 一點點而已 畢竟是家人嗎 還好 10% 所以還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一個 投資和創業 有嗎 有想要投資 投資和創業 有耶 所以王毅覺得他會虧對不對 他會虧 不是 如果你不顧風險 真的是 聽著別人怎麼說 就跟著跑的話 追高就會走低 有 那我們來看一下 破財指數 50 以前的包全部都要掉50 來 趕快賣 可以 我們剛剛說了怎麼賺回來呢 風險評估 你看40年的包包 背到現在還不錯 還不錯 來看第三章 我跟小禎 什麼意思 過節 或者是大家尾 春酒 是不是又要一起吃 然後像小禎這樣很好客 如果錢花的值得的話 人脈關係打通了 大家都願意為你賺錢 破財指數其實不錯 對 但是賺錢指數 我們也要看啦 如果人脈關係賺好了 可能700%都有可能 是 好 最後一張 最後一張 三個人選擇 三個人選擇 一場消費 一場消費 大家都知道 生活不花錢是不可能的 我生活裡面想要享受一下 不要像小梁哥這麼辛苦 心情穩定了 比較勇敢去衝啊 雖然破財100% 我就說吧 我就不想跟他選同一張卡 而且... 再怎麼省就是有個大洞在那裡 日常消費就是花在家人身上嘛 所以有時候為家人 為朋友 為同事 然後我們真的是 對自己小氣一點 對大家大方一點 真的後面的財源滾滾來 會等著我們 你怎麼會跟小梁哥講這種話呢 對啊 剛剛講什麼嗎 對自己小氣一點 對別人大方一點 我都是這樣 尤其你認識二十幾年的朋友們 你們好嗎 你們好 你們好啦 好啦 現在總結今天聊到這裡 我想問一下大牛哥 你還是比較贊成什麼樣的花錢方式 其實現在花錢的這個地方非常多嘛 其實我們要聰明花 然後要花的值得 對啊 你不要說省了這個錢 其實我會花到另外一個程度上面 那反而一樣都是虧錢的 好 就祝福大家都有個聰明消費的習慣了 今天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 謝謝